网络上买东西虽然方便 但小心买到有问题的食品 吃下肚恐伤生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7件 电商平台贩售的迅菇类 及食用盐食品 发现有两件迅菇类 减出重金属隔超标 另有一件食用盐 减出重金属签及身超标 针对不合格产品 卫生局已令业者下架 进行复抽 若限期改正仍不合格 可依食安法处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发欢 那所有的27件的一个检体 我们都针对重金属污染的部分 来进行检验 那检验方法是依据食药署 所公布的这个 估讯类重金属检验方法 以及食盐的检验方法 那估讯类的检验 我们主要是检验重金属 铅跟隔 那食盐我们主要是检验 千隔拱生酮 那用这个感应偶核电浆支付仪进行检验 那检验的结果呢 在迅菇类的部分 有一件叫做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这一件我们验出 隔是8个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新鲜秋季黑松露 那这件我们验出的隔的含量是4个ppm 那法规也是2个ppm 那所以这两件是驯布类的不合格的部分 那另外在食用盐内的 主要有一件叫做玛雅式粉红盐 那这件产品我们验出了千是3.21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检的部分是1.03ppm 那法规是0.2ppm 那总计呢 有5件的不合格产品 那在这边 它的一个不合格比例是18.5 抽验27件产品中 经包装标示与进出口查验后 发现一件衍生穿额 标示不符规定 即一件衍生黑松露 未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 并申报其产品相关资讯 那首先我们有发现一件叫做 品名为野生穿额纯素的 那这一件的产地标示是不实的 那它的一个产地标示是标中国 可是经过查验 它的一个进口国是泰国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野生黑松露 那这一件呢 我们没有找到它向中央主管机关 申请查验及申报其产品的一个相关资讯 那这两件就是在第一次发现的一个不合格 那相关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资讯 我们都有在不合格名册这边 都可以有呈现出来 那这些不合格的产品都涉嫌违反 就是食安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命令 这个平台下降不能再贩售 那若经后续呢 我们会移送到这个相关的 像是外线市去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将依据食安法来进行惩处 卫生局表示 违规产品设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 若经查属实 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条例进行查办 呼吁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 应先慎选有信誉的平台与卖家 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好 好 好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